我最多 我跟妳講學校最厲害的就是 我猜妳跟我老公離婚 原來一個人也不錯 我已經很久沒有一個人生活 Yeah 黃麗空姬來跟你回到 有請 Welcome back 大家辛苦 現在別的同事我待會要搬下椅子 哈囉 大家好 很久不見 我回來了 對 我是麗菁 不是香港軒 你覺得這個時間有學到一些新的東西嗎 有學的時候 其實就是買東西啊 我買最多 我跟妳講學到最厲害的就是 我差點跟我老公離婚 真的 我跟妳老公真的要跟我離婚 我跟我老公在一起 只要二十年 然後我沒有緋聞 也沒有 都沒有 但是我們在北京的時候 我就是一直買何甜玉 一直買 一直買 我買了二十萬的人民幣 看 看了就買 所以我買了很多 買了上百萬台幣喔 一百萬台幣 我老公看 她說妳不要再買石頭了 妳不要再買石頭 我說她是何甜玉 然後後來她就很生氣 就一個人 寧願隔離二十一天 她就回到台北 妳們記不記得那時候想說 原來一個人也不錯 我已經很久沒有一個人生活 我本來以為會死掉 原來也不會死掉欸 就在那個時候 我已經決定說 好吧 那就一個人了 後來她就自己乖乖的 自己就跑回來跟我過年 我剛才講說如果 因為那是農曆年 你知道我一個人過太過分了吧 我說我在這邊 然後妳回去了 然後妳不過來的話 我們可能就再見了 沒關係 就緣分盡了 她就趕在過年前回來隔離二十三天 也就是她來回隔離了四十五天 吃飽了撐著 就不鼓勵她說這種事情 讓她真的隔離 那時候隔離是很可怕的事情 一個人欸 所以 好吧 就是這樣子 這二十年來從最兇的一次 對 最兇最兇的 對 我講的 她的反應 她的反應 啊 前面還有好大一段喔 如果你真的要講 因為她可能要講給小時 不如我明天直播來說好了好不好 明天晚上九點直播來說好了 這段好大一段 不如講完也離婚了 真離婚了 你不要害我好不好 要不要拖了 我不會 我怕我 你沒有 Key 我不會 甚至 我 blessing 你 不是